各位早 現在在民宿旁邊的早餐店 然後來到早餐店門口 發現到一件非常震驚的消息 這個 門口上面寫 4月28號開始休息 休息到5月16 老闆 你不要這樣啊 我那麼 遠來到這裡 要吃早餐 結果你給我說今天開始休息 休息到5月16 Oh My God 我快要跌倒了 只好去旁邊吃7-11了 白酒線 420K處 9420 就是愛你 幸福公路好久不見 這一次 我是用走的來看你喔 敢不敢動啊 在大五鄉的市區 發現到一家非常好吃的雞排 雞的話是飼養120天 肉的話有CAS認證 而且老闆保證雞排好吃 因為不好吃的話 可以報警 那麽厲害 哪麽厲害 大哥你太強了 我第一次看到我們有人用空拍機釣魚 給你一個讚 都有啊 那邊那麽大台 現在很普遍了啦 很普遍 你是我第一個看到的 你走一走台灣你就看很多了啦 OK我相信你說的話 現在很普遍了啦 當初怎麽會想說用空拍機來釣 看人家這樣釣啊 最大有釣過多大的雨 我看大概十幾斤啊 十幾斤也不小喔 這個 不好走啊 比昨天爬壽卡還要累 因為壽卡是走在山裡面啦 有樹啊 有風啊 還有陰影 這邊的話 完全沒有樹沒有陰影 然後這個道路還是上上下下的水泥路 不好走啊 啊看一下我身後 這我剛剛走過的路啊 從底部這樣子一路走上來 啊剛剛在底部的時候啊 遇到一個騎摩托車的大哥 大哥說他要去前面工作 可以順便載我一程 我說不可以啊 我在徒步玩倒 坐你的摩托車我就犯規了 然後他就講 幹嘛那麼累啊 走路 沒有辦法 大哥 其實 走路也是一種享受啊 沒有騙你 可以來 嘗試看看 各位 從剛剛 高架路橋那邊開始算起 那裡是大鳥村 從 大鳥村 走到現在 已經走了 11公里啊 兩個多小時 一路走下來都沒有 沒有休息啊 我是不想休啊 沒有樹啊 沒有樹陰啊 沒有可以躲的地方啊 啊只能拼命走趕快走 看能不能找到 休息點啊 喔 在這樣子下去 會死掉 數掉知道嗎 數掉 然後一邊走 一邊聽 海哭的聲音啊 然後 長衛妹剛剛打電話來問我 今天的海是什麼顏色 我看一下 今天的海是 碧綠色啊 今天走到 這裡 走了6小時40分 啊這裡是哪裡呢 這裡是 菜市場啊 菜騎啊 看一下菜市場長什麼樣子 這裡是 金輪 菜市場 金輪火車站啊 遊客有夠多的 這邊的遊客 坐遊覽車前來 自己開車來 都很多啊 看到 下面那邊車很多 本來不打算上來啊 但想說已經 一趟路走到這邊了 不上來也不行 還是上來走走看看 當一下 逛逛客啊 現在位置 今日終點 縣之屋 民宿 那位置在 金輪 火車站附近 啊 這裡是 縣之屋的 二樓 交宜廳 凡是要吃吃喝喝 都在這邊解決 那我們現在進去看一下房間 長什麼樣子 房間的話是 四人 套房 看一下 套房 這個 價位才 450塊 超便宜 不是雅房喔 雅房 洗澡 洗衣服都要在外面 我們這個房間裡面 就有自己 專用的浴室 超 華得來 而且 房子裡面 非常乾淨 這間是新蓋不久的 民宿 那今天晚上就在這邊解決了 那明天的話 明天再說 我這個徒友啊 真的是了不起 那個每隻 腳趾頭 都是水泡 這樣子 他還有辦法 走 走完 這一趟的行程 啊 有什麼感受啊 發表一下 痛感啊 爽 哎為什麼這個水泡那麼大顆 不 不給他處理一下 那個 昨天晚上還長的 還在動 好啦 明天回 回台北就處理了 大拇指翹一下 可以吧 水泡進來還沒有破 有夠厲害的 可以吧 超強 你那個 忍耐力真的是 非比尋常 今天就決定走到 金輪就好了 那現在時間 4點半 提早 打完收工 啊 金輪 最有名的 就是我身後這一家 頂輪牛肉麵 這個 每次經過金輪啊 正煎牛肉麵 滿滿的人啊 每次都是排隊的人潮 這個排隊的人潮多到啊 要抽號碼牌 那因為我們今天提早到 時間很多 那我們就 提早半個小時來排隊 這樣子就不用人擠人了 啊 吃完的話 今晚就可以早一點休息 明天 明天的話 應該是走到資本啊 啊 最終目標的話 走到 台東火車站 很遠喔 明天也是一場苦戰 第一個進來的感覺 就是不一樣 來 三次了 前面兩次都沒有吃到 第三次了 終於讓我吃到 頂輪的牛肉麵 很期待呢 等一下 吃看看 好不好吃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